你就好咯,Sammer你罢了 他这样团你 之前买一间看海的 然后又一间看山的 今天又新的一间咯 还好咯 只是他都这样忙 没有时间陪我 而且他也不年轻咯 有时 他还不能 不能? 怎么办 没办法,自己来咯 你自己来? 是啊 龙头电灯泡坏了 自己修啊 没有空 一定有观众提问到 MRTA和MLTA的分别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两者的分别 MRTA和MLTA同样都是房贷保险 不过却有很多的不同点 MRTA的保费比较便宜 MLTA的保费会比较高 MRTA的保费是一次过付完的 MLTA通常是Pay by Installment MRTA是跟房子绑定 一旦你把房子卖了 就没有保障了 之前所供的保费也没了 MLTA是跟借贷人绑定 如果借贷人提早卖掉房子 或者提早还完贷款 然后再买多一间房子 可以选择把之前买的MLTA 继续保障新的银行贷款 MRTA的保费是和银行贷款金额同步 因此当银行贷款逐渐减少时 MRTA的保费也会随着减少 MLTA的保费是维持不变的 MRTA只保死亡和终身残废 MLTA可以另外加保严重疾病 MRTA的受益人是银行 MLTA的受益人通常是借贷人或者是家属 MRTA保费比较低 但是保障有限 MLTA保费比较高 不过可以保障多一点 MRTA和MLTA 你应该选择哪一个会比较好呢? 如果只是自住 而且budget有限 MRTA其实够用了 如果你有更高的预算 又或者有打算在进期内再换房子 那么MLTA就会比较适合你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 欢迎下次继续收看MyGIC 如果你有其他关于房地产的疑问 欢迎与我们联系 等一下 这些物质还有房贷保险嘛 嗯 是哦 这个很重要 我要查看一下下 你查看 扣他看 Hello 如果借贷人体长 不不不不不太快要他们的 欢迎与我们联系 好像很奇怪 你还突然间那样收起了 来 我就小小 5 快要穿 一做成功就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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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点多没关系 咱说 干门 你们 说 你 应该要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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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